我问问啊 就是这孩子在你们家吃 在你们家住 在你们家学 你爹把他当成是亲生儿子一样 那你是不是把他当亲弟弟一样 对 当然 因为觉得他很可怜 就是感觉爸爸又不在身边 你们四个分别会为他做什么呢 我姐是负责 给他媳妇 然后什么吃饭 我就盯他练功啊 你还盯他练 盯他练杂技 我别练功 然后再跟他练功啊 老三呢 就教教他的一点点 小小的杂技基本功 可以教一点点 老四呢 我跟他玩 玩得好 他也玩得好 这杨阳多幸福啊 可能比普通孩子家都幸福 四个姐姐 四个姐姐 弟弟今天来了没有 来了 来 我们掌声有请弟弟 来 介绍一下自己 陈老师好 大家好 我来自林岗市火雷杂技艺术学校 我叫王洋洋 今年14岁 你怎么那么像女孩啊 帅话 四个姐姐你最喜欢谁啊 我最喜欢爱姐 挖个坑你就跳啊 那其他三个姐姐可不是生气吗 不是 因为爱姐比较了解我 四个姐姐谁的功夫最好呢 也是爱姐 你想把人彻底得罪死 你以后就跟二姐混啊 二姐不在的时候 你看他们怎么收拾你啊 对 一会儿没有人给你衣服 也没有人陪你玩 对 只有二姐盯着你一直练功 要是将来你的四个姐姐 一个一个的出嫁走了 你会感觉到心里难受吗 感觉 感觉啊 先看看你练的功夫 看看老二对你 把你这个教的怎么样 小心啊 比较滑啊 还有别的吗 你说几个 他说有点紧张 就这个吗 还有再来一个 你现在已经跟他们一样 参与表演了吗 参与演出了吗 现在已经 偶尔的能带着我出去 刚才四位姐姐说 他们的心愿 就是要满足你的一个心愿 为你的亲生父亲 准备一份生日礼物 是吧 是 这也是你的心愿吗 是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心愿呢 因为 因为爸爸在外面 特别的辛苦 有一次 他回来 我看见他洗脚的时候 脚上都磨了一个水泡 感觉心里难受 然后把自己零花钱 把它锯起来 给爸爸买双好一点的鞋子 这孩子挺本分 他就说 父亲太辛苦 脚上磨起泡 给他买双好鞋 来我们听一下 五位老师 怎么帮助你的这个幸福心愿 我先来把你的这个 小小的心愿满足 我会送给你 父亲一双 你希望的鞋 第二个呢 我特别想感谢这一家人 我觉得这一家人特别美好 这是一个特别温暖的故事 我希望你们能够永远都幸福 那所以呢 我也想代表我们 银老文化的战略合作伙伴 马可华菲女装 送给我们四个像仙女一样的姑娘 每个人一套漂亮的女装 希望你们都能够 永远的幸福美好 加油 谢谢 确实从你上台看到的就是 因为有这么多姐姐 你特别快乐 所以除了记住和爸爸的骨肉亲情 想念爸爸以外 也要记住身边的封爸爸 以及这些姐姐 给你的爱 给你的成长环境 我也愿意帮助你 再买一双鞋 给你的封爸爸 好吗 以后长大以后 一定要记住他们 所给你的这一切 谢谢 好的 谢谢老师 爸爸和四个姐姐 教得不错